第1901章高一集,就业星辰所知,在通过考核,进入天地学院之后,便有机会拜得一位师尊。天地学院内有很多老师,每个学员都有老师,但老师并不等同于师尊。 拜师尊,那是要三跪九寇,真正确定关系的,而且是长期关系。但拜老师,最多功身行个礼,不算长期关系。而且,一位师尊,拥有的徒弟并不多,而一位老师,不知道教授了多少位学员。 在修炼界,师徒关系非常铁,甚至比家族关系还要铁。毕竟,家族内不止你一个后辈,尤其是混沌界的大家族,不知道绵延了多少岁月,拥有的子弟数不胜数。而师徒师兄弟就那几个人,关系自然最好了。 叶星辰既然进入天地学院,自然也要拜一位师尊,但他对天地学院并不了解,不知道要拜谁。不过,无痕长老也是从天地学院出来的,他对天地学院应该很了解。 刷,叶星辰正在思考的时候,整个人就被挪移到了无痕长老面前。 这种手段,让叶星辰非常羡慕,领悟空间大道本源的混沌真神,那比一般的巅峰混沌真神都要强,即便遇到准神王,都能全身而退。 如果叶星辰有无痕长老这样的实力,那根本不用忌惮迪克斯了,这样的实力,足够他称败一方,连古魔玉皇族也不敢招惹。 毕竟,领悟空间大道本源的无痕长老,如果想要逃的话,那几乎没人可以杀得死他,就算神王也杀不死他。 因为领悟空间本源大道的强者,不仅逃跑功夫强,还能分身万千。 也许眼前的无痕长老,便只是无痕长老的一句分身,你想要杀死无痕长老,除非是准地级别的超级强者,否则很难将其杀死。 几乎没有哪个实力敢得罪一个杀不死的敌人,那简直是一场灾难。 因为到时候无痕长老可以分身千万去猎杀你们家族的弟子,你们总不能每个人都派遣一位混沌真神保护吧。 晚辈拜见无痕长老,夜星辰看到面前的无痕长老,连忙躬身行礼。 无痕长老笑着摆摆手道,有什么事情? 关于白家的梦,他的神念笼罩整个训练营,自然知道夜星辰再见过白天雪不久后,便来到自己这里,显然是和白家有关。 夜星辰闻言迟疑了一下,因为他担心无痕长老和古魔玉皇族,或者是跟白家也有关系。 沉思了片刻,夜星辰看向无痕长老说道,无痕长老,晚辈以前得罪了白家,呵呵,不必担心。 无痕长老闻言,没等夜星辰说完,便笑着白手道,区区白家,还不敢对付我们天地楼的人,更何况,你马上就要进入天地学院了,以你的天赋,根本没必要忌惮白家。 夜星辰一听,就知道无痕长老和白家没关系,不过,他真正担心的是古魔玉皇族。 于是,夜星辰苦笑了一下,对无痕长老说道,无痕长老,其实晚辈还得罪了一个人。 无痕长老也不傻,一眼就看出夜星辰在试探自己,不由得笑骂道,你这个小鬼,倒是惊得很,说吧,这个人是谁。 如果老夫和他有点关系,就帮你们化解恩怨,没什么大不了的。 既然你加入了我们天地楼,那就不用担心老夫会对付你,就算你的敌人也是天地楼的,老夫顶多不插手,你们公平竞争即可。 夜星辰善笑道,他是迪克斯,天地学院的八阶天才。 无痕长老闻眼恍然大悟,看着面前的夜星辰,笑道,原来如此,你是担心老夫和迪克斯有关系,所以在试探老夫。 前辈见谅,夜星辰连忙道歉,无痕长老摆了白手,笑着说道,你小子还是太嫩了,你仔细想想老夫的身份,就该知道老夫和迪克斯没什么关系。 哦,夜星辰有些迷惑,无痕长老微微笑道,迪克斯不仅是八阶天才,又是古摩玉的皇族子弟,老夫若是和他有关系,那就不会来天地楼总部坐镇了。 直接去当古摩玉皇族的客亲不好吗?或者待在天地学院内,为迪克斯护道不行吗? 夜星辰恍然大悟,无痕长老继续说道,像老夫这种在天地楼总部训练营坐镇的天地楼长老,大多是自由人,和其他势力没什么联系。 其实,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如果换成你以后晋升了混沌真神,是想要当天地学院的老师,还是来天地楼当一个长老? 当然是来天地楼当长老了,夜星辰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他才没空去教授学员呢,自己修炼不需要时间啊。 他连无毛鸡他们都懒得叫,更何况是别人。 无痕长老笑着说道,这就对了,凡是向往自由的,都不会待在天地学院当老师。 而那些当老师的,都是有目的的,比如说,帮助自己家族势力,拉拢天才学员,不然那你以为他们为何会把时间浪费在学员身上。 夜星辰恍然大悟,当下,夜星没再继续隐瞒,将自己和白若兰的事情一一到来。 无痕长老听完非常震惊,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夜星辰,说道,你居然是从凡人一步步修炼上来的,是那种一开始没有一丝力量的凡人。 而,夜星辰有些无语,无痕长老的关注点似乎有些不同,他为什么特别关注自己是不是凡人。 不过,夜星辰还是点头道,不错,我一开始的确是一个凡人,当时我们战神大陆最高的级别战神。 那也只是刚刚摆脱凡人这个生命层次。 太不可思议了,无痕长老盯着面前的夜星辰,目光炙热,兴奋道,你炼成了幻戒,还把幻灵兽升级为幻灵兽黄,如果老夫没有猜错的话,你的天赋至少是七阶,对不对? 夜星辰善善一笑,也没有回答,毕竟他不想欺骗无痕长老。 但无痕长老却当着夜星辰是默认了,他看着夜星辰,眸光战战地说,七阶天赋,那是有着晋升巅峰混沌真神的天赋,甚至有几率晋升为准王。 不过,从凡人界走出来的天才却不同,夜星辰顿时好奇了,疑惑问道,无痕长老,从凡人界走出来的天才有什么不同? 无痕长老笑着说道,因为进化,你们这种从凡人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天才,比混沌界的其他天才多了很多次进化。 要知道,每一次的进化,都是生命层次的升华,会为你们带来很大的好处。 因此,你们这种天才,在同级别比别人的天赋高了一级。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七阶天赋,但实际上,你可以媲美狄克斯这样的八阶天才。 无痕长老一脸兴奋地说道,没想到老夫坐镇的总部,居然会出现你这样一个超级天才,哈哈哈哈。 第1902章三位副院长,无痕长老打亮着面前的叶星辰,满脸笑容,心中非常高兴。 一开始他最多认为叶星辰只是七阶天才,七阶天才虽然也很不错,但以后的成就大概是混沌真神巅峰,有很小的几率能够晋升准亡。 将无痕长老当年便是一位七阶天才,面对这种天才,无痕长老虽然也很高兴,但并没有太在意,毕竟他是领悟了空间大道本源的混沌真神,实力比一般的巅峰混沌真神强大多了。 所以,哪怕叶星辰以后成为巅峰混沌真神,无痕长老都并不在意。 但现在不一样了,叶星辰居然是从凡人一步步成长起来的,那他的天赋就堪比八阶天才了。 而八阶天才,最差都能成为巅峰混沌真神,只要好好培养一下,成为准亡都不成问题,甚至有机会晋升为真正的神王。 如此巨大的潜力,当然受到无痕长老的看重了。 八阶天才,在天赋上,你已经可以和迪克斯媲美了。 无痕长老看着面前的叶星辰,笑着说道,你现在和迪克斯相比,差的便是背景,我说的背景,不是指他古魔玉皇族的背景。 叶星辰文言若有所思,无痕长老继续说道,古魔玉皇族再强大,也无法插手我们天地楼乃至天地学院内部的事情,他们也不敢出手对付你。 但如果是天地学院内部的力量,那你就要小心了。 叶星辰神色凝重起来,无痕长老审生道,很少有势力是铁板一块的,尤其是像天地学院,天地楼这么庞大的势力。 内部自然也有很多小山头,而迪克斯天赋强大,自然受到了一帮人的看重。 在这些人之中,有天地学院的老师,也有天地学院系主任,甚至还有天地学院的副院长。 他们如果对付你,那即便是我帮你,也没用。 当然,无痕长老突然盯着叶星辰说道,如果你拜我为师,不去天地学院的话,那以我的实力,护住你还是可以的。 只是如此一来,你跟迪克斯争锋,难度就增大了,除非你以后能够寄生神王。 这,叶星辰一愣,没想到无痕长老想要收自己为徒。 说起来,无痕长老的实力的确有资格收他为徒,但叶星辰还是想要去天地学院。 一来他不想逃避,二来白若兰也要进入天地学院,他只有去天地学院,才能和白若兰团聚。 讲到这里,叶星辰苦笑一声,满脸牵一道,长老,非常抱歉,若兰这次也要参加考核进入天地学院,所以我必须要去天地学院。 无痕长老笑着摆手道,没事,我其实也懒得招收徒弟,毕竟教导徒弟也会耽误时间,只是见你天赋出众,采取了心思。 叶星辰善善一笑,无痕长老微微一笑,看着面前的叶星辰,继续说道,既然你非要去天地学院,那就要选一个好老师,这样你才有能力对抗迪克斯背后的力量。 叶星辰点了点头,一脸诚恳地说道,无痕长老,我对天地学院内并不熟悉,所以才特地来请教您的。 无痕长老微微笑道,你小子倒是聪明。 顿了一下,无痕长老脸色一正,继续说道,想要对抗迪克斯背靠的力量,你得选一位实力强大,而且跟迪克斯没什么关系的老师,这样的人,倒也有几个。 无痕长老闭着眼睛,似乎在回忆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睁开眼睛,看向叶星辰说道,我想到了三个人,但他们都是独来独往的独行者,不喜欢收徒弟,他们之所以留在天地学院,是因为跟天地学院的院长交好,否则的话,他们早就来天地楼了。 这三位都是天地学院的副院长,他们的修为都是神王境界,实力比我强多了。 如果你能够败得他们三人中的一人为师,那你就不用再忌惮迪克斯的背景了。 听到无痕长老的话语,一星辰顿时好奇问道,副院长也收徒弟吗? 听说副院长平常都不会管理学院的,怎么还会收徒弟? 无痕长老微微笑道,只要你天赋强大,就算是大帝在世,都有可能会收你为徒。 副院长们之所以不收徒弟,主要是没看到合适的弟子,毕竟他们不想浪费时间在废物身上。 但如果你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他们就会收你为徒。 叶星辰继续问道,那这三位副院长是谁?我要如何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无痕长老微微笑道,这三位副院长分别是刀光王、不败王、还有幻影王。 对了,其中的不败王和幻生王是一对夫妻,也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败他们中的一人为师, 几乎是相当于找了两位神王当靠山,在混沌界几乎可以横着走了。 叶星辰文言微微一笑,随即问道,吴恒长老,这三位副院长都是什么样的人? 如何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呢? 吴恒长老笑着说道,刀光王走的是光速刀道,他的攻击力非常强大,速度也快,是一位强大的巅峰神王。 至于他的性格,为人非常强势,孤僻,霸道。 你想要得到他的认可,对有强大的刀道天赋才行。 他曾在天地学院内留下一道刀意,只要你能够承受得住,就能被他收为徒弟。 一旦你承受不住,众则被刀意灭杀,轻则遭受重创,因此很少有人敢去拜师刀光王。 叶星辰皱起眉头,他可不是走刀道的,应该不会达到这位刀光王的要求。 那其他二位副院长呢? 叶星辰问道,吴恒长老继续说道,不拜王是走阵法之道的,是混沌界阵法最强的一个人,他也是巅峰神王。 他最擅长的是防御阵法,他布置的阵法,准地之下,无人可破,堪称防御无敌,所以才被称之为不拜王。 不拜王在天地学院内布置了一座阵法作为考验,只要有人走出这座阵法,就会被不拜王称为弟子。 据我所知,至今为止,也只有一人被不拜王称为弟子。 吴恒长老看着叶星辰笑道,剩下的幻影王,走的是幻影之道,他虽然不是巅峰神王,但是跟我一样,可以分身亦万,很难被人杀死,实力仅次于巅峰神王。 你小子不是炼成了幻剑吗?其实你也算是走幻道的,也许可以得到幻影王的认可。 叶星辰心中一动,微微沉思起来,刀光王就不用想了,他不走刀道。 至于不拜王的阵法,叶星辰以前在阵法上面倒是有些研究,但远远比不上五毛鸡,恐怕也很难得到不拜王的认可。 唯有这个幻影王,还有一些机会,讲到这里,叶星辰顿时看向吴恒长老问道,幻影王有什么考验? 第1903章寄生永恒,吴恒长老笑着说道,他在天地学院内布置了一座幻剑,只要你从这座幻剑内走出来,就能得到他的认可。 只不过,这么多年以来,还未曾有一人得到他的认可,所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叶星辰闻言皱起眉头,继续问道,吴恒长老,难道天地学院没人练成了幻剑吗? 他们也得不到幻影王的认可,练成了幻剑,不代表就能得到幻影王的认可。 吴恒长老摇了摇头,借而笑着说道,幻影王的要求很高,你得在幻剑上拥有很高的天赋才行,以往也有跟你一样练成幻剑,并且将幻灵兽升级为幻灵兽皇的天才,但是依旧得不到幻影王的认可。 叶星辰苦笑一声,除了这三位,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三位副院长的要求太高了,他实在没什么把握。 如果有人走剑道的,那他倒是可以试试,毕竟他的剑道天赋很强,终极剑道谁能抗衡。 副院长之中就这几人了,其他人大多和狄克斯有些联系,不会为了你而得罪骨魔玉皇族的。 何况,很多副院长还有自己的家族,你除非加入他们家族,否则他们不会为你出手的。 吴恒长老陈寅道,至于副院长之下的系主任,他们本来就很忙,没几个愿意收徒弟的。 而普通的老师,更没有能力帮你制衡迪克斯背后的存在了。 叶星辰叹了口气,还是公身向吴恒长老行了一礼,多谢长老指点。 得到了天地学院的大概信息之后,叶星辰就告辞离去了。 吴恒长老看着叶星辰的背影,微微一笑,这小子不光天赋强,人也聪明,也许真的可以抗衡迪克斯。 接下来天地学院有意思了,呵呵。 回到自己的屋子,叶星辰陷入沉思。 幻影王这条路自然是要试试看的,不过,也可以考虑一些系主任,说不定自己的天赋得到他们的认可呢。 只不过,叶星辰没有多少把握,因为愿意留在天地学院任教的,大多有自己的家族,或者有自己的势力。 想要拜他们为师,那就得加入他们所在的家族或者势力,这样无异于失去了一些自由,这可不是叶星辰想要的。 只有吴恒长老说的那三位副院长,是独行者,只是因为跟院长交好,才留在天地学院的。 所以,拜他们为师,就不会失去自由了。 但是难度太大了,幻影王,叶星辰拿出天地楼的身份令牌,开始搜索幻影王的信息,他想要多了解这位幻影王。 天地楼的能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即便是神王,也有一些记载。 幻影王的名气很大,他不仅自身实力强大,他的夫君不败王,是神王中无敌的存在,夫妻俩都是强大的神王,成就一代佳化,自然名气很大。 叶星辰都有些羡慕了,如果他将来和白若兰都成为了神王,那就好了。 继续搜索信息,叶星辰发现幻影王是走幻影之道,他构造的幻界,可以分身万千,而且每一个分身,都有本身三成的力量。 以幻影王的实力,即便是三成的力量,那也是神王级别。 也就是说,幻影王可以分出亿万个神王级别的分身,那就太恐怖了。 在普通神王之中,这位幻影王恐怕是无敌的。 唯有巅峰神王,才能击败幻影王,但即便是巅峰神王,也很难杀死幻影王,因为你根本就找不到幻影王的本体。 或者说,幻影王从来不用本体行走混沌界,他依靠分身去探索就足够了,反正分身死了,他还能继续凝聚。 这和领悟空间大道本源的无痕长老有些相似,别看无痕长老一天到晚坐镇在总部, 但其实他的分身已经在各地历练探索。 但是相比起来,幻影王比无痕长老要强大多了,毕竟幻影王是神王中的强者。 幻影王走的是幻影之道,我现在幻界也达到了圆满境界,也得考虑走什么道了。 叶星辰沉思起来,他的幻灵兽已经晋级为幻灵兽皇,幻界几乎达到了圆满境界,想要再度变强,那就只能开创大道了。 但是开创大道,叶星辰没有多少头绪,毕竟他一直以来都是自己修炼,没人指点他。 而且换到强者本来就很稀少,能够指点他的人也很少,无痕长老都无法指点他。 叶星辰,天地学院的考核已经定了,时间就在三万年之后。 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叶星辰的脑海中。 赤武老师,叶星辰神色一正,三万年后就要参加天地学院的考核了吗? 时间很快啊,这么说,他很快就能见到白若兰。 叶星辰心中顿时有些激动了,若兰,你等着我。 叶星辰眼中光芒闪烁,随后,他拿出那个永恒真神级别的妖魔界强者俘虏,灰剑将其斩杀。 下一刻,终极剑道开始吞噬这位永恒真神级别的妖魔界强者。 叶星辰要晋升永恒真神境界了,随着终极剑道的吞噬,在飞速壮大,最终突破了一个临界点,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永恒真神境界,叶星辰睁开眼睛,双眸神光积射而出,自身的气息再度变强了许多。 此时,叶星辰感觉自己的终极剑道已经变成了一条永恒的剑道,即便他以后陨落了,这条终极剑道都不会破灭,会永远存留,等待下一位领悟终极剑道的人。 这才是强大的力量啊,叶星辰感受着自身的实力变化,寄生永恒真神境界之后,他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了。 超越九阶天赋的潜力,让他在同境界几乎无敌。 虽然才刚入永恒真神境界,但是叶星辰觉得自己现在可以越级击败永恒真神中期的,甚至有实力和永恒真神后期的一战。 毕竟按照天赋,他可以击败一万个以上的永恒真神中期强者,几乎可以对抗永恒真神后期的强者。 那迪克斯虽然不知道在永恒真神哪个境界,但至少我现在不惧他了。 叶星辰冷笑一声,在实力上不惧迪克斯,接下来就是背景了。 幻影王,叶星辰的目标就是拜师幻影王,这可是一条巨腿啊。 第1904章考核开始,三万年转眼即过,这三万年内,叶星辰没有再继续修炼, 而是稳固修为,彻底稳固了永恒真神的修为。 三万年之后,叶星辰前去见吴老师,吴老师一眼就看出叶星辰的修为突破了, 不由得眼睛一亮,惊讶到,你小子的修炼速度好快, 刚来的时候不过天空真神境界,现在居然都到永恒真神境界了, 都快赶上老夫了。 吴老师也采永恒真神境界,不过他是圆满境界的永恒真神, 被卡在混沌真神境界。 晚辈上次在两届战场有些奇遇,所以修为才提升得快。 叶星辰谦虚道,吴老师也没有多问, 每个人都有奇遇,不能随便打听,否则会得罪人。 叶星辰天赋强大,现在修为更是追上他了, 他自然不敢得罪叶星辰。 你小子跟我去见吴恒长老吧,要去参加考核, 还得吴恒长老送你们去,我可没这个能力。 吴老师随即笑道,叶星辰点了点头, 跟在吴老师身后,去见吴恒长老。 隔着很远,叶星辰就感应吴恒长老那里还有57道陌生的气息。 吴老师在旁边看到叶星辰的眼神变化, 微微笑道,都是和你一起参加考核的人。 叶星辰问道,都是我们总部训练赢的吗? 我听说其他势力也有人要参加考核, 他们不跟我们一起去吗? 他其实想打听白若兰的下落, 因为在这57人之中,似乎没有白若兰存在。 其他势力的人,自然是由他们自己找人送他们去了, 我们可没这个义务去送他们。 吴老师笑道,叶星辰有些遗憾, 可惜不能和白若兰一起去。 好在他们马上就能在考核之中遇见了, 倒也不急于一时。 那就是叶星辰,就是那个六级天才吗? 比李疯子的天赋都高, 听说他可以不用考核就能进入天地学院, 但他自己想要考核。 当叶星辰抵达吴恒长老这里的时候, 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毕竟,叶星辰是六级天才的消息, 早已经赚开了。 这些年,叶星辰一直闭关修炼, 没出大门,众人并没有见过他, 此时看到他,自然非常关注。 人群中,李疯子也朝着叶星辰看来, 他眼神有些凝重, 但更多的是一股战意。 六级天才, 哼,李疯子看叶星辰有些不爽, 毕竟以前他是万众瞩目, 现在光芒都被叶星辰遮掩了, 心中自然很不爽。 更何况, 他还瞧见吴恒长老都对叶星辰点头笑了笑, 这让他心里面更加嫉妒了。 毕竟, 吴恒长老对待他们这些人, 可是一直以来都是面无表情。 见过吴恒长老, 叶星辰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 朝着吴恒长老公进行了伊礼。 吴恒长老也对叶星辰笑着点了点头, 这让众人目瞪口呆, 有些难以置信。 要知道, 他们刚才拜见吴恒长老的时候, 吴恒长老可是都没有睁开眼睛, 懒得理会他们。 但是现在, 吴恒长老明显对叶星辰另眼相看, 这让众人感到很震惊。 只是六级天才, 就能引起吴恒长老的关注吗? 不过, 以前似乎也有六级天才, 但是吴恒长老可没有这么关注啊。 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 吴恒长老开口了, 既然人都已经来齐了, 那就走吧, 希望你们都能进入天地血院。 话落, 吴恒长老挥了挥手, 在场的众人, 除了吴老师之外, 便全都消失了。 吴老师看着叶星辰消失的地方, 苦笑道, 这小子明明不用去参加考核, 但他非要去, 不过以他的实力与天赋, 也就走个过场而已。 吴恒长老微微笑道, 他是有目的的, 吴恒长老说吧, 便将叶星辰和白若兰的事情告诉了吴老师。 吴老师闻言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我以前也听闻消息, 说白家的那对姐妹曾经跑去凡人世界, 没想到居然有如此缘分。 这个夜星辰能够从凡人一步步崛起, 那他的天赋, 岂不是堪比七级天才? 不只是七级, 而是八级。 吴恒长老笑道, 吴老师按按扎舌, 八级啊, 这要是传了出去, 整个古魔域都要轰动了。 毕竟, 就算是在天地学院, 八级天才都是最顶尖的。 不过, 迪克斯可布是一般人物, 这小子一旦去了天地学院, 必然会和迪克斯斗起来。 吴老师说道, 吴恒长老笑道, 这才有趣啊, 天地学院这些年死水一片, 应该让个人去搅和一下了。 与此同时, 在古魔域皇宫, 白若兰, 白天学姐妹俩也和众人一起, 准备由皇室的一位领悟空间大道本源的混沌真神送去参加天地学院的考核。 本来, 白若兰是没机会去的, 但是白家想要把白若兰送到迪克斯身边去, 自然要送他去。 这也是迪克斯的意思, 按照他来说, 先待在一起培养感情。 若兰, 白天学看着旁边自己的妹妹, 忍不住问道,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你还在惦记那个凡人? 你和他在一起不过十几年, 这段时间在你亿万年的岁月之中, 根本不值得一提, 为什么你那么在意他? 他是我夫君, 白若兰语气坚定地说道, 白天学冷哼道, 你当初在战神大陆可不止转世了一次, 你有过的夫君可不止一人。 白若兰诞弹道, 一是一人, 我是白若兰, 至于白若兰的转世, 那并不是我, 跟我没关系。 哼, 你们灵魂是一样的。 白天学计笑道, 白若兰诞弹道, 你将一件神兵分解, 再用分解的材料, 打造另外一件神兵, 他们还是同一件神兵吗? 你那是狡辩, 白天学冷哼道, 白若兰没在理会白天学, 白天学皱着眉头, 但很快就松懈了, 他已经告知迪克斯有关夜星辰的事情, 而迪克斯也答应派人在考核之中解决夜星辰, 这样白若兰便再无任何念想了。 进去吧, 就在此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下一刻, 在白若兰等人面前,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 众人愣了一下, 随即纷纷踏入面前的空间裂缝之中。 天地学院的考核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1905章跨界, 踏出空间通道, 夜星辰出现在一座红色的镇法区域内, 前方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物, 非常庞大, 几乎看不到边际, 隐隐约约有四个字, 散发着一万神灰, 天地学院。 夜星辰知道, 只要继续前进, 便可进入天地学院。 不过, 虽然看不到前方有什么考验, 但是他料想这一路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忽然, 周围传来一些声音, 夜星辰朝着周围看去, 在他这片红色镇法区域内, 只有几十个人, 都是青衣色的永恒真神。 而在更远处的地方, 还有一片蓝色镇法区域, 里面都是太古真神。 在更远的地方, 还有绿色区域, 里面都是天空真神。 显然, 不同等级的修炼者, 都被划分到了不同区域。 这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 你不能叫一个天空真神去跟永恒真神竞争, 那差距太大了。 而且, 夜星辰发现这座镇法可以压制修为, 将他们这些永恒真神的修为都压制在了永恒真神初期。 他居然在永恒真神区域, 怎么可能, 不远处的蓝色区域, 里疯子正在搜寻夜星辰的身影, 但是他搜寻了半天, 都找不到夜星辰的身影, 直到在永恒真神区域看到了夜星辰, 李疯子惊呆了, 夜星辰才能总部训练赢的时候, 只有天空真神的修为, 怎么一转眼就成为永恒真神了? 这还搞个屁啊, 迪克斯还叫我淘汰他, 这还怎么淘汰? 李疯子皱起眉头, 与此同时, 在红色区域内, 夜星辰正在观察四周, 突然有十二个永恒真神朝着他飞来, 一个个都面色不善, 带着磅礴的压力, 夜星辰面色冷漠, 淡淡地看着他们, 为首的一人看向夜星辰, 似乎在审视着夜星辰, 随即冷声道, 你就是夜星辰, 对吧? 可是, 夜星辰淡默地看着他, 威首的一人冷笑道, 有人请我们淘汰你, 所以, 抱歉了, 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话落, 十二个永恒真神早已经组成大阵, 朝着夜星辰杀来, 中围的其他永恒真神见状, 纷纷退远一点, 生怕被牵连进去, 大家都在永恒真神境界, 十二个永恒真神联手, 威射力还是非常恐怖的, 更何况, 能够来参加考验的人, 都不是一般人, 都是天才, 也就是说, 这十二个永恒真神, 至少都是二阶, 三阶的天才, 甚至还有四阶的, 他们联手组成战阵, 战力都能堪比五阶天才了, 然而可惜, 他们遇到的是夜星辰, 空, 看着面前冲来的十二个永恒真神, 夜星辰眼睛一眯, 幻界瞬间降临, 下一刻, 这十二个永恒真神就被笼罩在幻界之中, 不好, 这是幻界, 其中一人惊呼道, 其他人也露出慌乱之色, 幻界的恐怖, 他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此刻, 在幻界之中, 他们的羞为被压制了许多, 终极剑道, 夜星辰没给他们多少反应的时间, 随着幻界降临之后, 他已经挥剑杀了过去, 终极剑道横扫出去, 当场秒杀一个永恒真神, 不过, 这位永恒真神在死前被传送出去了, 这也是规则, 在考验之中, 是不可能杀死对方的, 因为在临死的时候, 会被传送出去, 毕竟都是天才, 就算不能进入天地学院, 未来也是一名强者, 天地楼是不会允许他们被杀死的, 好强, 剩下的永恒真神看到夜星辰秒杀一人, 顿时满脸骇然, 夜星辰的实力, 超乎他们的想象, 而夜星辰, 可不管那么多, 继续挥剑杀来, 将一位为永恒真神淘汰, 哪怕最后四个四阶天才永恒真神, 都抵挡不住夜星辰, 被他一一淘汰, 周围观战的永恒真神们, 全都看呆了, 一个个眼中都充满了不敢置信, 他至少是六阶天才, 那是幻界啊, 可能是七阶天才, 这家伙是从哪个总部训练迎来的, 众人皆是满脸震撼, 唯有从古魔域总部训练迎来的永恒真神, 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目光, 他们都知道夜星辰是六阶天才, 但是没想到夜星辰竟然拥有幻界, 那天赋说不定不止六阶, 失败了吗, 不远处的蓝色区域, 李疯子也看到了红色区域那边的战斗, 看到夜星辰大杀四方, 击败了十几个永恒真神, 心中也非常震撼, 看来迪克斯失败了, 以夜星辰的天赋, 这次必定可以进入天地学院, 李疯子摇摇头, 不再多管闲事, 毕竟, 他们不在一个区域, 红色区域, 夜星辰淘汰掉十二个永恒真神之后, 突然掉头朝着不远处的蓝色区域走去, 众人见状, 都非常惊异, 一位来自古魔域总部训练营的永恒真神好心传音道, 夜兄, 往前走才能进入天地学院, 如果跨越区域, 你的修为会被降低一个境界, 考验难度会增加的, 多谢, 夜星辰向此人点了点头, 但是依旧朝着蓝色区域走去, 其他的永恒真神健壮, 都懒得管闲事, 纷纷朝着天地学院赶去, 而夜星辰, 已经跨过红色区域, 来到了蓝色区域, 夜星辰顿时感觉自己的修为从永恒真神初期降低到了太古真神圆满, 不过, 夜星辰不在乎, 继续朝着另一边的绿色区域走去, 因为他知道白若兰肯定在绿色区域, 哄, 就在夜星辰一路前行的时候,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一道赤裂的刀芒, 朝着夜星辰当头披下, 李疯子, 夜星辰挥剑挡住这一刀, 朝着来人看去, 不由得皱起眉头, 对面的人, 正是李疯子, 李疯子看着夜星辰, 审声道, 没想到你居然敢跨界而来, 真是有魄力, 我很佩服, 不过, 我与迪克私有交易, 必须要淘汰你, 还请见谅, 话落, 李疯子挥动冰冷的刀锋, 不断地劈向夜星辰, 夜星辰眼睛一眯, 幻界降临, 李疯子感受到实力被压制, 但时依旧朝着夜星辰挥刀杀来, 轰, 夜星辰一剑批出, 直接将李疯子轰得吐血而飞, 李疯子瞳孔皱缩, 满脸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你, 你竟然是七阶天才, 与夜星辰一战, 他已经看出来了, 夜星辰至少是七阶天才, 难怪会令得吴恒长老关注, 李疯子心中亥然, 第1906章加楼兰, 迪克斯, 夜星辰听到李疯子的话语, 神色一动, 早先在红色区域那边遭受到十几位永恒真神的围攻, 他就有所猜测, 没想到还真是迪克斯所为, 现在看来, 白天学已经跟迪克斯有所勾结, 所以迪克斯想要阻止他进入天地学院, 甚至, 迪克斯还想要杀他, 毕竟, 一旦他进入了天地学院, 迪克斯再想杀他就难多了, 这就是迪克斯要阻止他进入天地学院的目的, 既然如此, 那你就滚吧, 夜星辰心中思绪一闪而过, 下一刻人已经出现在李疯子面前, 一剑狠狠的披项, 耀眼的剑光, 顿时将李疯子吞没了, 中围此刻也有一些人杀向夜星辰, 但却来不及救援,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疯子被夜星辰淘汰了, 众人非常震撼, 李疯子是五级天才, 原本可以轻易进入天地学院, 现在却被淘汰了, 真是悲催, 杀, 夜星辰换届继续朝着中围笼罩而去, 手中的长剑横扫四方, 一道道赤裂的剑光汇聚成长和, 将来犯的人纷纷吞没, 对于这些听从狄克斯吩咐来淘汰他的人, 夜星辰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将他们一个个都淘汰掉了, 下一步, 夜星辰继续朝着绿色区域那边跨界而去, 中围的人纷纷震惊后退, 远远地望着夜星辰的身影,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 这家伙居然还要继续跨界, 简直太恐怖了, 每次跨界, 轻微都会降低, 天赋也会降低一个层次, 所以跨界而战, 非常不利, 不过, 在夜星辰这里却不管用, 夜星辰是九级天才, 甚至更高, 即便跌落几个级别, 依旧可以横扫全场, 绿色区域的人最多, 都是天空真神级别, 人数达到了数百万, 因此, 这里的竞争也就更加激烈, 毕竟每个区域录取的人有限, 唯有最先赶到天地学院的人, 才有可能进入天地学院, 剩下的人就会被淘汰, 所以, 厮杀是难免的, 你实力强, 没用, 一些弱者会联手杀你, 当然, 实力强的也有人联合起来, 而且, 距离天地学院越近, 众人就会受到一些考验, 比如说重力的压制, 心灵力量的冲击, 甚至还有幻境的考验, 众人不光要和四周的竞争者厮杀, 还要面临天地学院的考核, 围走一步都非常艰难, 不过这些对叶星辰来说, 却显得很轻松, 他开启幻界, 如同闲庭散步一般, 周围来犯的修炼者, 被他一一淘汰, 简直无可匹敌, 哪怕几十几百个人联手, 在幻界之中, 也都不是叶星辰的对手, 叶星辰双眸神光机设, 一边朝着天地学院的方向走去, 一边搜寻着白若兰的身影, 他不知道白若兰的样子是否已经改变了, 但是一个人的灵魂本质不会变化, 他永远不会忘记白若兰的气息, 更何况, 白天学应该也在这里, 说不定就和白若兰一起, 叶星辰一边前进, 一边搜寻着白若兰的踪迹, 数百万个人, 数量还是很大的, 而且越往前, 就连心灵力量也遭受到了压制, 神魂也遭受到了压制, 叶星辰搜寻起来也就艰难多了, 只能用肉眼观察, 人群中, 白天雪和白若兰两姐妹整被一群人保护着, 朝着天地学院赶去, 这些保护的人当中有很多强者, 他们实力强大, 天赋强大, 都是和迪克斯做了交易, 要保护白若兰和白天雪去天地学院, 当然, 还有一些弱者, 用来冲人数的, 不过这些人, 随着越接近天地学院, 数量就会慢慢减少, 这时候他们面临天地学院考验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了, 甚至就连被保护的白若兰和白天雪都感受到了压力, 保护, 也只是针对别的竞争者, 但是来自天地学院的考验, 却是没办法保护, 只能靠你自己抵挡, 天地学院不收废物, 所以, 不是说你有人保护就能混进去, 那是不可能的, 靠墙的幻境, 差点让我沉沦, 白天雪睁开眼睛, 脸色有些苍白, 他刚才经历了一次幻境, 差点以为是真实的, 还好关键时刻挺了过来, 旁边的白若兰, 淡淡说道, 你天赋不行, 还是早点离开吧, 说吧, 他转头看向不远处的蓝色区域那边看, 他有一种感觉, 好像那里有什么在吸引着他, 哼, 白天雪冷哼一声, 他天赋的确比不上白若兰, 不过, 看到白若兰往蓝色区域那边看, 他心中顿时一凸, 随即镇定道, 若兰, 你在看什么, 那边都是太古真神, 他们不敢跨界过来, 没什么, 白若兰摇头, 继续朝着天地学院前进, 虽然他知道迪克斯就在天地学院, 但他必须要去, 因为待在家族之中, 他会被软禁起来, 唯有进入天地学院, 才有一丝自由, 而且, 以他对叶星辰的了解, 叶星辰如果真的来到了混沌界, 总有一天肯定会去天地学院的, 因为叶星辰是一个骄傲自信的天才, 他一定会来到这个混沌界至高舞台, 那家伙应该被解决了吧, 白天学此刻也看向了蓝色区域那边, 他还以为叶星辰是太古真神境界, 不知道叶星辰已经踏入了永恒真神境界, 不过, 他实力太低, 根本看不到叶星辰, 更何况, 叶星辰此刻已经在他们后方了, 天地学院, 此刻天地学院大门前, 也有不少人在等待着, 毕竟每次考核都非常热闹, 很多人都想看看, 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天才出现了, 更何况, 连狄克斯这位八级天才, 此刻都来到了这里, 狄克斯, 区区一次考核, 用得着这么在意吗? 据我所知, 这次最强的一个天才, 也才六阶天赋而已, 不远处传来一道细孽的声音, 众人转头看去, 却借一名白袍男子踏空而来, 他被圣光笼罩, 一百零八道神环绕体, 将天上的神月都比了下去, 如夜空下的一尊神灵, 威势不凡, 加罗兰, 迪克斯眼睛一眯, 看向来人, 周围的人也都惊呼出声, 又有一位巴基天才来了, 这个加罗兰是古神玉皇子, 也是一位巴基天才, 实力强大, 不属于迪克斯, 并且他创立的神门, 也是天地学院内一股强大的势力, 第1907章相聚, 加罗兰, 迪克斯看向来人, 眼神一凝, 面色凝重起来, 眼前这个人, 是他在天地学院内最大的对手, 因为对方无论是天赋, 还是实力, 亦或者背景, 都不在他之下, 亲生考验已经进行了很多次, 以前还未曾见到你这么在意, 莫非这次的新生当中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天才吗? 加罗兰一路走来, 朝着迪克斯微微笑道, 周围的人都是满脸狂热崇拜的看着这两位并肩的爵士天才, 他们两位才是混沌界最顶尖的天才, 也是这一代最耀眼的两颗巨星, 加罗兰, 我有一个朋友今日要进入天地学院, 跟你没关系, 不用多想, 迪克斯看向加罗兰, 淡淡说道, 加罗兰微微一愣, 随即恍然大悟道, 你说的是白家的白若兰, 听说是你的青梅竹马, 即将与你定下婚约, 难怪你会这么在意, 不过,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天才, 你用得着这么在意吗? 要知道, 在天地学院内, 可是有很多六阶的天之娇女, 乃至七阶的天之娇女, 都对你轻慕, 你却视他们如同粪土, 真是令人疑惑, 加罗兰心中有些疑惑, 以迪克斯的天赋和身份, 想要什么女人没有, 为何这么看重那个白家的白若兰, 你不懂, 白若兰对我来说, 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她是谁也无法取代的, 迪克斯偏了加罗兰一眼, 随即看向天地学院的大门外, 她的脑海中浮现了一道回忆, 那是在她很小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她的天赋还没有爆发, 在竞争残酷的古魔玉皇子之中, 经常被同族的兄弟姐妹欺负得很惨, 那时候, 迪克斯经常躲在一个角落默默的舔着伤口, 她很孤独, 很悲伤, 甚至有些绝望, 直到那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小女孩走进了她心里, 才让她感受到诞生以来的第一次温暖, 那个小女孩就是白若兰, 她是她儿时最好的玩伴, 也是她心灵的寄托, 绿色区域, 夜星辰一路前行, 终于找到了白若兰了, 那是一道熟悉的白色身影, 无论是身材, 还是样貌, 白若兰都未曾改变, 似乎担心她认不出来一样, 一直保持着在战神大陆的样子, 就连衣服都未曾改变, 夜星辰第一眼就认出来了, 时间仿佛陷入了停止, 夜星辰的眼中只剩下这个白色长裙的女人, 那是她的妻子, 而前方, 被众人保护在人群中的白若兰, 也似乎有所感应, 突然回头朝着夜星辰看去, 瞬间就呆愣住了, 若兰, 你怎么不走了, 旁边的白天雪有些疑惑, 顺着白若兰的目光看去, 顿时瞳孔一缩, 脸色大变, 是她, 那家伙居然出现在这里, 怎么可能, 她明明是太古真神, 怎么来到这里了, 跨界来的, 她怎么逃脱狄克斯安排的人手追杀的, 白天雪有些慌乱了, 她一直阻止白若兰得知夜星辰的消息, 就是不给白若兰念想, 等着时间长了, 白若兰自然会忘记夜星辰, 但现在, 夜星辰居然追到这里来了, 让白天雪有些措手不及, 若兰, 你在看什么, 快走吧, 前面就是天地学院了, 白天雪连忙拉着白若兰向前跑去, 白若兰挣扎开来, 反而朝着夜星辰走去, 这一刻, 她的眼中也只剩下的夜星辰, 真, 真的是你吗, 白若兰轻声道, 是我, 我来找你了, 夜星辰向前一步, 瞬间就来到白若兰面前, 她毫不理会旁边大吼大叫的白天雪, 眼中只有白若兰一个人, 从战神大陆一路而来, 经历了神界, 混沌大陆, 七星池等等地域, 她跨过了千山万水, 经历了一次次死亡危机, 数一年都过去了, 她终于再次见到白若兰了, 清晨, 若兰, 唯有丝毫犹豫, 两人无视周围的一切人和物, 相拥在一起, 数一年的追逐, 数一年的等待,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快给我杀了他, 旁边的白天雪见状, 顿时满脸愤怒, 朝着周围的人大吼道, 周围的这些人也是迪克斯安排的, 刚才突然看到夜星辰出现, 他们还有些惊讶, 此刻纷纷出手攻向夜星辰, 清晨, 白若兰刚想要阻止, 便被夜星辰搂在怀中, 她轻声道, 没事, 华落, 幻界降临, 恐怖的神火领域也朝着周围蔓延出去, 这一刻, 夜星辰不再隐藏实力与天赋, 恐怖的幻界与混沌神火领域朝着四面八方蔓延出去, 那些向他冲来的人, 经过幻界和混沌神火领域的削弱, 实力降低了许多, 他们甚至没有冲到夜星辰面前, 就倒在了地上, 在幻界之中沉沦, 然后画着一道光芒消失不见, 被直接淘汰了, 包括白天雪, 也被淘汰了, 周围瞬间一空, 只剩下夜星辰和白若兰两个人, 你还是这么有天赋, 哪怕是在混沌界, 也无法遮掩你的光芒, 白若兰也感受到周围的动静, 心中又惊又喜, 夜星辰微微笑道, 没有天赋, 怎么能来混沌界找你, 白若兰心中感动, 摸着夜星辰的脸庞, 轻声道, 这些年你一定很艰难吧, 从战神大陆那个小地方一步步走来, 白若兰知道这其中的难处, 呵呵, 都过去了, 从今以后, 再也没人可以将我们分开了, 夜星辰笑着说道, 白若兰轻轻点头音道, 嗯, 将拥了一会儿, 两人手牵手走向天地学院, 一路上, 夜星辰给白若兰讲述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不管是危机, 还是喜悦, 他都跟白若兰一一分享, 一些朋友, 他也介绍给白若兰, 白若兰一边倾听, 偶尔也插些话, 没想到雪竟然也来到混沌界了, 有机会我们去七星池看看他, 鸡哥和潇洒也在啊, 还有孟灵, 我好怀念他们, 在夜星辰他们离开后, 才有一批人从后方赶来, 这些人看着空荡荡的区域, 顿时很迷茫, 之前不是有很多人闯荡前面了吗, 人呢, 居然一个人都没了, 怎么回事, 难道都被淘汰掉了, 这次的考验这么难, 与此同时, 夜星辰和白若兰已经抵达了天地学院大门外了, 夜星辰很轻松, 对于天地学院的考验, 他显得游润有余, 而旁边的白若兰, 脸色有些苍白, 但至少也挺了过来, 因为白若兰是一位四级天才, 有这个资格通过考核, 第1908章初次交锋, 天地学院, 迪克斯正在耐心的等待着, 忽然, 他接到了一个消息, 是白天雪传来的消息, 顿时脸色一变, 他和若兰见面了, 实力很强, 我们拦不住, 白天雪传讯给迪克斯道, 迪克斯没有在意后面的话, 实力强, 有多强, 区区六阶天赋而已, 在天地学院到处都是, 就算是七阶天赋, 在天地学院也有不少, 除非是区植可数的八阶天赋, 才能让他重视, 本来只想着淘汰你, 为何非要找死, 迪克斯看着天地学院大门外的白茫茫一片, 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仿佛老鹰不诗诗的眼神一样, 他低声呢喃着, 对于叶星辰这个人, 他以前根本没有在意, 毕竟白若兰在凡人界转世多年, 有过喜欢的人很正常, 但在迪克斯看来, 凡人界的爱情, 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区区几十年的爱情, 又怎么可能比得上他和白若兰亿万年的感情, 之前白若兰躲着他, 迪克斯一点不担心, 因为他觉得白若兰可能是没有走出那种状态, 时间长了就好了, 而在混沌界, 最不缺的便是时间, 一亿年不行, 那就十亿年, 再不行, 那就百亿年, 千亿年, 万亿年, 在无数岁月之中, 白若兰在战神大陆的几十年岁月, 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 迟早会忘记的, 迪克斯等得起, 只是他没想到, 那个凡人界的夜星辰, 居然一路追到混沌界来了, 如今更是追到天地学院来了, 这是多大的毅力, 这是多深的感情, 老实说, 如果是局外人的话, 迪克斯或许会佩服这个夜星辰, 毕竟, 从凡人一步步来到混沌界, 其中的艰难危险他是很清楚的, 但可惜, 对方要抢走他的若兰, 双方注定是敌人, 迪克斯, 你在说什么, 这时, 旁边的加罗兰发现迪克斯有些不对劲, 有些诧异的看了过来, 迪克斯顿时回过神来, 神色冷静下来, 神声道, 和你没关系, 不要多管闲事, 加罗兰更加惊讶了, 因为他发现迪克斯的语气变冷了, 好像是生气了, 看来有什么人招惹了迪克斯, 加罗兰有些感兴趣的看向不远处的大门外, 是考验之中的某个天才吗? 他有些好奇了, 和迪克斯争斗了这么多年, 他乐得看到迪克斯吃瘪, 或许这次会有一场好戏可看了。 天地学院的大门外, 叶星辰牵着白若兰的手, 一步步走向面前的天地学院, 威娥的学府高耸入云, 被无数混沌气流包裹, 像极了一尊神王的行宫, 威严之中带着一丝沧桑,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岁月的洗礼。 白若兰看着面前的威娥学府, 有些担心地说道, 迪克斯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希望你们斗个你死我活, 而且他在混沌界的背景很大, 你天赋在墙, 但毕竟还没有成长起来。 叶星辰微微笑道, 放心吧, 他如果不找我麻烦, 那我也懒得理会他。 不过, 他非要找我麻烦, 那我也没办法了。 至于他的背景, 在天地学院内, 外面的背景没什么用处, 等我找一个好老师, 足以与他抗衡。 白若兰轻轻叹道, 我一直当他是哥哥, 呵呵, 谁让我们的若兰吸引力太大了, 谁都喜欢。 叶星辰哈哈一笑, 两人随即走进了天地学院, 当他们进入的那一刹那, 一双双陌生的目光朝着他们汇聚而来, 其中一些人的目光, 甚至带着强大的压力。 尤其是最前方的两个年轻人, 他们的眼神很锐利, 像是两把天剑, 插进了叶星辰的心中。 空, 没有丝毫犹豫, 叶星辰的羞为彻底爆发, 永恒真神的实力显露出路, 可怕的气息席卷全场。 而叶星辰的一双眸子, 更像是一柄终极神剑, 他目光扫视周围, 令得众人眼睛生疼。 永恒真神, 靠墙的气息,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心声? 周围众人一片骇然, 心声之中出现永恒真神并不特殊, 但他们都不是弱者, 能够感受到眼前这个永恒真神很强。 就连暗中观望的一些老师, 都有些惊讶地看了过来。 前方的迪克斯和加罗兰也有些意外和惊讶, 至少是六阶天才, 不, 应该是七阶。 加罗兰盯着面前的叶星辰, 有些意外地说道, 他对于这些心声早就派人摸过底了, 如果有七阶天才, 他应该早就发现了才对, 这小子是才哪里冒出来的? 难道是之前隐藏了天赋? 七阶, 一旁, 迪克斯也在打量着叶星辰, 尤其是看到叶星辰牵着白若兰的手后, 他眼神顿时变得阴郁下来。 难怪有胆子来天地学院, 不过就算是七阶天赋, 我也让你在天地学院混不下去。 迪克斯目光冷烈地盯着叶星辰, 迪克斯哥哥, 白若兰看着面前的迪克斯, 有些复杂地叫道。 迪克斯目光转向白若兰, 眼神变得柔和起来, 微微笑道, 若兰来了啊, 天选呢? 他被淘汰了吗? 旁边的加罗兰有些惊讶地看向迪克斯, 又看向了白若兰, 眼神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这就是那个白若兰, 但是, 他怎么跟一个新生手牵手? 有意思, 加罗兰抱着胳膊, 嘴角微微扯起, 在一旁看戏。 我姐姐已经被淘汰了, 白若兰对迪克斯说道, 随即又对迪克斯介绍叶星辰, 迪克斯哥哥, 这是我在凡人界的夫君, 叫做叶星辰。 迪克斯看向叶星辰, 眼神冷漠地说道, 叶星辰, 就是你说的那个凡人吗? 若兰的眼光真好, 在凡人界都能找到一个七阶天才。 迪克斯只是轻轻瞥了一眼叶星辰, 便不再理会, 他看着面前的白若兰, 笑着说道, 既然来到天地学院, 那就加入我的魔门吧, 我会为你找到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修炼资源。 这, 白若兰看了旁边的叶星辰一眼, 向迪克斯摇头道, 我还是做个普通学员吧。 迪克斯的眼神顿时变得冰冷下来, 他转头看向叶星辰, 冷冷说道, 天地学院可不平静。 说完, 迪克斯向白若兰点了点头, 微笑道, 既然若兰不愿意, 那便算了, 我们下次再见。 说完, 迪克斯便转身离去了, 他终究是要面子的, 不可能看到白若兰跟叶星辰走了, 就要死要活。 第1909章登天楼, 迪克斯走了, 但是加罗兰没有走, 他看着面前的叶星辰, 饶有兴趣地笑道, 叶星辰, 你可愿意加入我的神门。 你是聪明人, 应该明白如何选择。 既然是迪克斯的仇人, 加罗兰就想要收服, 毕竟他和迪克斯不对头。 叶星辰看了加罗兰一眼, 他对这个人的印象不太好, 因此摇了摇头, 淡淡说道, 我也只想当个普通学员, 不会加入任何势力。 呵呵, 在天地学院, 当普通学员可不容易, 尤其是你这样的天才。 加罗兰文言微微一笑, 随即一边转身, 一边说道, 我给你时间考虑, 考虑好了便来找我。 说完, 加罗兰便离去了, 这时, 才有一名永恒真神级别的学员来到叶星辰和白若兰面前, 脸色淡漠地说道, 两位, 我是新生迎接员, 专门负责接引新生的, 你们刚刚进入学院, 需要分配班级, 跟我来吧。 说完, 他就在前面带路, 和叶星辰保持距离, 一副不敢接近叶星辰的样子。 因为之前傻子都听出来了, 迪克斯和这个叶星辰不对头, 所以即便这个叶星辰天赋很强, 也没人敢与他接近。 毕竟, 无论是迪克斯的自身实力与天赋, 还是他的魔门, 都是天地学院一股强大的势力, 谁敢得罪他。 我们走吧, 叶星辰也不在意, 他牵着白若兰, 跟在这名学员的身份。 不久之后, 他们抵达了一座传送阵前, 带路的学员淡淡说道, 天地学院非常庞大, 这里面又被进空, 无法飞行, 所以很多地方都有传送阵连通, 只要出示学员的身份令牌便能传送。 说吧, 这名学员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 顿时就开启了传送阵。 叶星辰和白若兰也站了上去, 画着一道光芒, 消失在此地。 等叶星辰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前, 带路的学员指着面前的宫殿说道, 这是教导主任正天然的宫殿, 你们由他分配班级。 叶星辰和白若兰跟在他后面, 进入面前的宫殿。 宫殿内, 一名中年男子正在埋头书写, 看到叶星辰三人到来, 他目光饶有兴趣地看了一眼叶星辰, 微微笑道, 奇迹天赋, 好久没出息了, 不错, 好好努力。 至于白若兰, 他没有多看, 只是随便将两块身份令牌丢了过来。 叶星辰皆在手中看了看, 这是他的身份令牌, 刚才一路而来, 他已经留意过了, 这里面很多地方都需要身份令牌才会同行, 所以没有身份令牌的话, 简直是寸步难行。 至于班级分配, 你们练化身份令牌之后, 选择你们想要加入的分系, 便会自动给你分配班级。 正天然看着叶星辰说道, 叶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和白若兰一起练化身份令牌, 白若兰选择了单系, 他在练单方面有些天赋, 自然是加入单系, 这也是一个大系, 虽然战斗力不是很强, 但是地位很高, 很多人都捧着他们。 至于叶星辰, 他原本是选择剑系的, 但是无痕长老提醒过他, 剑系的系主任是古摩玉的一位皇族强者, 自然是站在狄克斯这边的, 他如果进入了间隙, 必定会受到打压。 所以, 叶星辰考虑一会儿, 便选择了换系, 这是一个偏僻的小系。 正天然看了一眼, 有些意外地看向叶星辰, 提醒道, 换系是小系, 他们的资源很少, 你确定要加入换系? 确定, 叶星辰点了点头, 资源少就少, 他只要掰入了一个好老师, 不怕没资源, 总比呆在间隙被人打压好。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离开吧。 正天然摆了白手, 示意他们离去, 作为天地学院的一名巨头, 他是非常忙的。 叶星辰他们也不敢打扰, 转身便离开了宫殿。 带路的学员淡淡说道, 接下来我们前往登天楼, 登天楼一共有108层, 每一层都有一位强者留下的考验, 只要你们通过了, 就能拜得这位老师。 说完, 便带着叶星辰他们再度传送离去, 不久后, 叶星辰和白若兰便来到了一座高耸路云的巨楼面前。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们自己选择楼层接受考验吧, 记住, 你们只有三次机会, 而且也只能拜一位老师。 带路的学员说完就匆匆离去了, 叶星辰和白若兰则走进了登天楼内。 远处, 迪克斯背负着双手, 看着进入登天楼的两人。 他身边光芒一闪, 加楼兰现身了, 看着远处的登天楼, 笑着说道, 这小子加入了换戏, 很聪明啊, 知道你在换戏没人, 你想要打压他都难。 迪克斯偏了加楼兰一眼, 皱眉道, 你闲着没事吗? 总跟着我干什么, 整天修炼也很累啊, 好不容易看到你吃瘪, 我心里面很开心。 加楼兰笑道, 迪克斯脸色阴沉道, 你最好不要插手, 放心, 那小子既然已经拒绝我了, 我自然不会再插手。 不过, 他一个七阶天才, 你想要对付他也难。 加楼兰笑道, 用不着你操心, 迪克斯冷亨一声, 继续关注着远处的登天楼。 加楼兰也看向远处的登天楼, 笑着说道, 如果我是他, 这时候应该拜一位厉害的老师, 选择跟你们 捕摩玉敌队的势力最好不过了。 但是这些人的实力很强, 他们不止的考验, 至少在一百层以上。 在他们的目光中, 登天楼内的两道身影, 正在往上走着。 其中, 白若兰走到四十几层的时候就停下来了, 而叶星辰则继续前进。 五十层, 六十层, 七十层, 八十层, 九十层, 一百层。 叶星辰一路前进, 毫不停歇, 远处的加楼兰见状, 略微惊讶地笑道, 还真被我猜对了, 不过, 一百层之上的考验, 很少有人可以闯过, 连一些八阶天才都未必能够通过。 哼, 他自寻耻辱罢了, 迪克斯一连冷笑, 他也不相信叶星辰可以通过一百层以上的考验。 第1910章双亡, 登天楼一百层, 叶星辰已经看到了副院长级别强者布置的考验, 难度都很大, 他没有把握通过。 而且, 这些人也不适合当他的老师, 叶星辰只好继续前进, 当来到第103层的时候, 叶星辰终于看到了幻影王留下的考验, 一座幻界。 据说, 只要通过这座幻界的考验, 就能见到幻影王, 从而拜师幻影王。 幻影王的地位很高, 在神王之中都属于绝顶强者, 在天地学院内更是位列副院长。 而且, 他的夫君不败王, 是一位强大的巅峰神王, 堪称准地之下无敌者。 如果能够拜师幻影王, 叶星辰就不需要再担心迪克斯的背后势力了。 现在幻影王这里试试看, 如果实在不行, 再找一个差异点的老师。 叶星辰暗暗想到, 幻影王是他的第一选择,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只能找一些普通的神王, 或是巅峰混沌真神了。 那样的话, 给他的帮助就很小了, 也难以抵挡迪克斯背后的势力。 所以, 叶星辰的目标还是通过考验, 拜师幻影王。 当下, 叶星辰毫不犹豫地进入了面前的幻影之中, 开始接受考验。 远处, 迪克斯和加罗兰也看到叶星辰终于停在了第103层, 没有再继续前进了。 对于登天楼非常熟悉的他们, 自然知道这一层的考验是谁布置的。 迪克斯眉头一挑, 眼神变得阴郁起来, 旁边的加罗兰, 目光中则露出一丝意外, 随即笑着说道, 看来有高人指点他啊, 居然找上了幻影王, 如果有幻影王照着他, 你就别想再对付他了。 不败王和幻影王这对夫妻联手, 除了准地外, 谁敢与他们争锋。 哼, 迪克斯冷哼一声, 阴沉道, 据我所知, 幻影王一直在冲击巅峰神王境界, 根本无心收徒, 所以他布置的考验难度非常大, 至今为止, 都没人可以通过他的考核, 我就不信那小子可以通过。 嘿嘿, 那可不好说啊, 这小子好歹也是一位七阶天才, 而且还修炼出了圆满境界的幻界, 说不定对上幻影王的胃口呢? 加罗兰笑着说道, 迪克斯阴沉着脸, 他其实也有些担心, 万一叶星辰成功了呢? 如果叶星辰拜师其他人, 哪怕是一名神王, 迪克斯都有办法打压叶星辰。 但如果叶星辰拜师幻影王, 那迪克斯就无能为力了。 因为幻影王不仅自身实力强大, 而且他的夫君更加强大, 更何况, 他们还夫妻还是一对散修, 没有丝毫拖累。 像这种强大的散修, 没有任何势力敢招惹他们, 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这对夫妻的实力太变态了。 不拜王只要布置了阵法, 防御力无敌, 除非准地, 否则无人可以攻破。 幻影王可以分身无数, 每一个分身都有神王的离, 他果然针对一个势力, 那这个势力除非请动准地出手, 否则根本扛不住幻影王的打击。 这两个变态联手, 又没有拖累, 试问哪个势力不忌惮。 迪克斯看着远处的登天楼, 有些忧心了, 他按按祈祷夜星辰不能成功通过考核。 登天楼第103层, 幻界之中。 夜星辰进入幻界之后, 顿时发现周围的环境有些熟悉, 在他内心深处, 尘封已久的记忆缓缓打开。 赵爷, 你快醒醒啊, 一个侍女的声音传来, 夜星辰不会忘记这个声音, 这是他穿越到战神大陆后, 听到的第一个声音。 来自于他的侍女小桃, 夜星辰睁开眼睛, 看着屋子里面的环境, 正是他穿越后的屋子。 不远处, 小桃正在替他熬药, 一边祈祷着他快好起来。 一切都仿佛从头再来, 夜星辰感觉自己那一身惊天动地的胸围都消失了, 胸口隐隐发疼, 他知道那是自己被挖走的战神谷留下的疼痛。 我的胸围呢? 我不是在混沌界接受幻影王的考验吗? 咦, 幻影王是谁? 混沌界是哪里? 啊, 夜星辰突然捂住脑袋, 他感觉脑子里面疼得厉害, 一些记忆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直到消失。 好一会儿, 夜星辰才回过神来, 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怎么回事, 我仿佛忘记了什么? 这是哪里? 难道我穿越了夜星辰打亮四周, 这里和地球完全不一样, 连空气都不一样, 熟读各种玄幻小说的他, 知道自己恐怕已经穿越了。 只是这个开局有点惨, 看这件破旧的屋子就知道了。 还有脑海中残留的一些记忆, 他的天赋本来很强, 却被人挖掉了战神谷, 从此变成了废物, 甚至手无腹肌之力。 真是老套的开局啊, 夜星辰苦笑一声, 不过他有些奇怪, 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 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仿佛眼前的一切都很熟悉, 他好像来过此地一样。 夜星辰不知道, 这是他身体残留的记忆, 虽然被幻界压制了, 但是记忆不会消失。 天地学院, 一座凉亭之中, 一名严肃的中年男子, 正和一名年轻女子喝茶聊天。 而在他们旁边的虚空之中, 显露出夜星辰在幻界之中的画面。 中年男子看了画面中的夜星辰一眼, 对面前的年轻女子笑道, 这娃儿的天赋不错, 心灵力量也很强大, 差点连你的幻界都无法压制他的记忆, 而且他跟你一样, 是走幻道的。 年轻女子看着手中的一本古朴的书籍, 喝了一杯茶, 才偏了画面中的夜星辰一眼, 淡淡说道, 天赋是不差, 如果我不是忙着冲进巅峰神王境界, 或许就考虑收下他了。 毫无疑问, 这一男一女, 正是不败王和幻影王。 夜星辰进入幻界的时候, 他们就第一时间感应到了, 甚至幻影王还出手压制了夜星辰的记忆。 毕竟, 夜星辰的心灵力量很强大, 连幻影王布置的幻界都无法压制他的记忆, 只能靠幻影王自己出手了。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便是不想夜星辰通过考验, 他不想收徒耽误时间。 这也是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通过考验的原因? 幻影王压根就不想收徒弟, 不管你天赋有多强, 他直接动手, 你还怎么通过考验?